歷經多次抗爭的孔雀員BOT案 由於少族族人不滿去年南投縣府 通過的環評審查案 之後向環保署提請訴願 環保署訴願會在1月18號撤銷 南投縣府的環評審查結論 族人回想過去為土地抗爭的過程 再看到中央環保署所判下的結果 感到非常欣慰 當然我非常感到非常欣慰 我們這幾年為了我們守護傳統禮儀 總是有一點看到一些 一個明亮的曙光這樣子 所以說應該他也明確知道 我們現在那個傳統禮儀在哪裡 他應該也要尊重 我們的這邊所謂的傳統禮儀的主人 這樣才可以 如果事前的尊重有做好 溝通有做好 其實我們不太會等什麼 什麼樣的很特別的開發案 環保署表示撤銷南投縣府的環評審查案 主要理由是環說書並未依照作業準則 第三十六條的規定 也就是說開發單位應就開發行為 對於周遭環境的影響來進行評估 沒有提供正確的事實及完整的資訊 南投縣政府回應由於到目前為止 還尚未收到正式公文 後續將會再進行討論 那我們還沒有正式收到那個 撤銷的案子的整個案庭 這個撤銷 撤銷是怎麼撤銷 那我們還在討論 我們撤銷的理由是因為這件 開發行為環說書的記載 它的記載的內容不符合作業準則的規定 提供不完整的資訊 我是數學生育機關 他們是原主分機關 那依數學法的規定 我撤銷了就拘束它了 少族傳統領域已在去年公告 孔雀猿也含在其中 更重要的是記憶長旨 族人表示希望未來南投縣府 在原住民傳統領域 進行任何開發時 能夠與部落族人諮商及協調 原視新聞一彎大島 南投魚池採訪報導